大家好,我是安逸芳 这期视频我们继续讲因缘类,情感类挂的断挂方法 我们看这里啊,预测双方缘分的挂当中啊,寻空影响非常大 这个较大啊,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把它改成非常大更好 谁寻空呢,就代表谁不成心 一般呢,都不急 如果呢,你是测未来的缘分,寻空为还没有出现的意思 好,我们先来解读第一句话,谁寻空 这个寻空有可能表示挂主也寻空 我们在测因缘类的挂当中啊,经常会看到有人自己起挂了 结果自己是寻空的 但是呢,他并不承认自己不成心 这个不成心呢,大家不要把它理解成啊 我没有成心要与对方交往 这个不成心代表是什么,你的动机不纯 什么叫动机不纯呢 就是你,你与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你怀揣着其他的想法 像有些女性跟别人交往是想骗别人的钱 有的男性呢,跟女性交往呢 他只是啊,想骗别人的色 他并不诚心想跟人交往 啊,他的目的不同 就是说所有谈对象的人 假设呢,你的目标呢,是奔着什么 结婚而去的 这种呢,也可以叫动机是纯的 因为奔着结婚去的谈对象 他是不是向往一个好的结合呀 所以这种呢,叫动机相对算可以啊 为什么说,有的奔着结婚去的动机也不见得叫好 因为有的人他拿结婚的目标是干嘛 他的目的有可能是拿结婚做跳板啊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也称之为动机不纯 那这个寻空代表的不诚心 不仅仅是说我不想好好跟你交往 叫不诚心啊 这个不诚心啊,我们要理解成广义上的动机不纯 这样来理解啊,这才对 所以说呢,一般都不代仅 谁空呢,代表谁的动机不纯 那么如果测的未来的缘分啊 那么寻空代表没有出现 这个未来缘分是指用神啊 比如说女测男 那么观鬼寻空代表她的未来的缘分还没有出现 空代表没有的意思 要这样解读啊 所以我们在给别人断卦的过程当中啊 你作为一个卦师 你可不要说别人啊 你动机不纯 这个话说出来呢 你就知道别人脸色肯定不好看 这是我在给大家讲课这么讲啊 你就要,你就含蓄一点啊 你跟他交往 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呀 问一下 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的 把我们讲课当中的话用到实战当中啊 这样你把顾客得罪了啊 讲话的方式和讲课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女单身 看未来的男友怎么样 好,在这里大家按一下暂停啊 按暂停 看着旁边四个问题 解答这四个问题 按着断卦流程来断 断完以后呢 大家看看你断的和我断的一样不一样啊 好,我们下面呢 来看看这个官轨 那么官轨有金啊 它在月间上呢 它是什么 月破的 日程上呢 不作用 那么我们在断这种因缘卦当中啊 重点呢 要看一些寻空 这个世遥卯目 它是寻空的 世遥寻空 说明他心中啊 不成心 对吧 我们刚才讲的寻空代表不成心 那么他怎样不成心 在这卦中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啊 这个月间上的卯目啊 入卦就是世遥 寻空 而且月间上的卯目呢 冲了有金 这有金代表他男友 月间冲遥 代表是从前啊 我们这这个 礼法进阶课当中讲 那么在中级课 我们还没有讲过这个知识点 大家记一下笔记啊 这里 月间冲进阶呢 通通叫月破 一律叫月破啊 记着 所以说这个月破之阶呢 代表是啊 男友被谁冲破的呢 是被卦主冲破的 所以在这被卦主冲破呢 就代表过去他们分手了 有一个临着硬阶的官鬼 被冲破了 而且这个官鬼临青龙 这个官鬼有金还算可以吧 在月间日程上是相生的啊 这个虚土是来生他的 所以说他最起码 在当月内破 说明呢 过去他们分手了 啊 代表是过去分手的含义 但其他没有什么啊 那么这个四火发动 有同学说 好 按照断挂流程 四火发动呢 生丑土 丑土发动呢 生有金 好 这么多动摇和动摇连续相生 就算四火发动 画了一个子水画回头客 为画费啊 那么这个摇拿掉不要 那么丑土发动 生有金也是极力的格局 所以断呢 他们 断 他未来的缘分呢 是比较好的 能不能这样断呢 因缘挂 大家要清晰啊 挂中不能有 其他的摇发动来生 任何一个摇发动来生官鬼 或者是啊 这个 生这个器材都不挤 生官鬼 生器材都不挤 那这个器材来生官鬼 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由 其他女性来 喜欢的意思 那么他现在说了 他是单身 他没有男友 而且这个友情 我们也判断出来了 他曾经有一个男友 已经分手了 被他冲走的 那是他自身原因 导致的冲走的 那为什么在这里 要说他是自身原因呢 我们等到解答 第四个问题的时候 判断挂主性格的时候 再来说啊 除了这个月间上的卯木呢 入挂就是这个是摇 在月间上冲 那是挂主导致的 这里是这个最主要的 礼法的原因啊 那你再说已经是单身 那么这个材谣 丑土 生有金 是不是代表 未来他的男友 会入 财谣丑土的木库 对吧 那么怎样看 他未来的男友呢 未来的男友 我们也用印谣来看啊 这里很多同学 可能不太清楚 印谣临着官鬼 刚好呢 这个官鬼 有金就代表 他未来的男友 这是把刚才 那个思路擦掉了啊 未来的男友 就看这个有金 而这个有金呢 都入了财谣 丑土的木库 而入木库呢 就是说 跟挂主 没有缘分呀 啊 他喜欢的是这种 其他的女性 也不会来 喜欢挂主 入木 那怎样 才能出现未来的缘分呢 啊 出现未来的缘分呢 就是关于一个 印期的断法了 那么看 根据这个有金 他是越破的 所以呢 解越破的方式呢 得识破 临直 还有合破 对吧 那么你解入木的方式呢 入木呢 你要得临直啊 冲摇或者冲木 对吧 所以这几种方式呢 都是一个 基本的 判断印期的一个方法 那在这里呢 你可以给他断啊 到有月的时候呢 因为这是虚年嘛 到有月呢 是当月最 当年最近的一个月份 啊 你不能断到有年 有年到哪一年去了 啊 十几年过去了啊 你可以断一下 所以说有年 要根据实际断 那么有月 或者是沉月 或者第二年的沉月 啊 这种情况呢 有可能会出现男友啊 这是 这个话的断法 那么似火发动的原因 是什么呢 似火发动 很多同学看不出来啊 似火在这里跟 是要盲目呢 不作用 似火发动 它是干嘛的 是刻一关鬼的 它为什么要刻关鬼呢 发动啊 化出一个子水 虽然回头刻化肺 但是呢 它还是要刻关鬼 在这一点上呢 它不能变更 它去刻关鬼的趋势啊 那有的同学去分析了 似火去冲害水 害水因为不是用神 我们不用分析它 因为它不是用神 但是细节上 你可以取向啊 冲害水代表什么呢 冲害水代表姻缘啊 父母代表姻缘 所以这个害水 在这里被似火冲 也是不急的 你要是断它 未来的姻缘啊 这时候是要转换太极点 那么这个似火 克有金 它在这里 十二掌声当中 似火是 卯目的什么地呢 十二掌声当中啊 它是一个病地 病地发动啊 然后画回头克 代表什么含义 它去挑男友的毛病 因为这个似火发动 是克有金的 克有金就是 挑毛病的意思啊 它挂主 是适摇再上摇 它经常挑男友的毛病 啊 说它这样那样的 挑毛病啊 但是呢 画回头克代表什么 它挑毛病的这个习惯呢 会有所收敛 就是这样来取向啊 这是似火发动的原因 所以这个不能按 动摇相连去升官轨断机 这个是不行的啊 未来的男友看哪里 看应摇 所以说应摇呢 入了这个动摇 丑土的木库啊 所以他这个男友 出现的几率呢 时间少 不是说不能有 好 那么如何判断挂主的性格呢 挂主的性格 我们要去 他临腾蛇再上摇 一个女性啊 跑到最上摇去了 上摇代表退位啊 你往哪个方向走 你都是走下坡路 直接叫上摇 高不上低不就 上也上不去了 是不是啊 下来又不想下来 这种人 而且这卯木灵月 简望向吧 啊 日程呢 相平和 平和代表什么含义呢 能不能说这个 挂主跟这个 其他女性相和呢 这个取向不好啊 你这样说取向 好像人家有同性恋一样的 不能解读 这种取向的呢 取不出来的相 你可以不取 相和就是相和就行了 不作用 不管它 所以说这种虚土相和 其实这里面呢 这个虚土在这里面 代表的是财 那财来 合办卯木 说明是什么状态 因为钱办住 对吧 所以说这个施瑶呢 他自己又淋一个桃花 又寻空 把这几个相结合起来 又淋藤蛇 又在上摇 女性又吃一个羊摇 在一个退位上 说什么呢 这种人好不好 说这个人非常智慧 说他思维敏捷 都不太好 这个淋藤蛇 这时候就要取一个不好的相 不要能因为 他淋着桃花卯木 就说他是妄想的 又淋月间 就说他取好的相 这人性格是有问题的 他的原神害水 是被这个似火 其实是冲破的 你就知道原神也是破的 然后这个上摇的卯 卯木也煮神经 又是桃花 说明这个人呢 他性格是比较怪异的 我们取个怪异 就是通脂了 他自己不太诚心对别人 所以说 这样的人的婚姻 你都不诚心 对对方 这个时候你的证源 什么时候能出现呢 给他大概断一下就行了 证源 好 今天的内容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